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以偶尔在我们的QQ空间或者是微信朋友圈 秀一秀我们的厨艺和新的菜品 那么一定会有一大堆的女生跑来点赞评论 我们就可以在其中与女生互动交流 比如说这个女生说 呦 看不出来你还会做西餐呢 卖相还不错嘛 那我们就可以回什么呢 色香味俱全 卖相简单摆个盘 入味好吃才难 那我打算辞职呢 去开餐厅 女生如果复合的说 她说好啊 开了餐厅叫我 我去捧场 那么呢我们就可以说 这周末 我刚好要做两道新菜 到时候叫你 女生如果说好啊 那么一个模糊的邀约呢 就算完成了 非常简单自然 到了周末呢 两人甚至可以呢 手牵手去买菜 然后呢回家一起做 这是最浪漫的约会方式 这里记住啊 女生帮忙打下手 可以 主要的操作呢 一定是我们来 特别是饭后洗碗 这个环节啊 坚决不能让女生来 如果说女生看着 男生做饭的背影 他们会爱上 这个男人的话呢 那么女生看着 男生洗碗的背影 他们就会爱死 这个男人 OK 当然了 摩卡在这里提醒大家 将女生单独 带入私密空间 是至少约会 四部最后一部的内容 对于新手小白 大家可千万别一上来 第一次就约女生 单独回家买菜做饭 那这个步子跨得太大了 对吧 就容易扯着蛋 十有八九呢 会就是像第四课 这个恋爱常见错误当中 提到的那样 刚认识就流露出性暧昧 那被贴上这个渣男的标签 除了这种提前约好的 带入私密空间 比较随机的 带回私密空间的方法呢 也有很多 比如呢你在约会地点 你离我们这个家不远的地方 你就可以聊到宠物的话题的时候呢 突然说 哎呀 我今天忘了遛狗了 完了一会儿 他可能在家里拉得到处都是 你陪我回去遛一下他 这就可以邀约 又或者呢 约会逛街 看到榴莲呢 或者什么哈密瓜之类的 对吧 你可以买一个 然后呢 说我们回去切一下吃吧 这样呢 也可以把女生带回来 但拜托大家呢 千万不要买什么香蕉之类的 直接扒了皮就可以吃的水果 对吧 不然呢 我们说回家切一下吃吧 就显得太假了 那妹子头上呢 肯定会顿时有三条黑线 当然了 如果我们是故意搞笑逗妹子 我明摆着就是要骗你去我家 甚至借着香蕉呢 释放性张力 这也是可以的 但是就是要求我们之前 和妹子的这个联系感 还有对妹子的这个类似的吸引呢 更深 要有更深的把控 那么到家之后 记得门口一定要放一个鞋架 进门呢 要很自然的拖鞋 然后呢 再拿一双拖鞋给妹子 一定要让妹子的鞋子 在门口就脱掉 否则呢 等我们到了卧室 再去脱妹子的鞋子呢 那就没那么方便了 当然了 这一步的前提条件 就是我们的私密空间的 这个地面啊 干净整洁 如果你家乱七八糟 脏兮兮的 还叫妹子脱鞋 这是比较难的 如果是冬天 我们在门口啊 建议放一个这个衣帽架 进门的时候呢 让妹子把什么围巾啊 大衣啊 帽子啊都脱下来 然后呢 帮妹子挂好 在进门的时候 做这些事情呢 是非常自然的 但是如果错过了这个时机 到了客厅或者卧室 你再做啊 难度就会提高了 因为妹子知道啊 我们在卧室 脱了她的鞋子 紧接着干嘛 就要脱她的裤子了 对不对 所以呢 会有一定程度的 这个矜持防护的开启 另外呢 当妹子把鞋子脱掉 外套脱掉之后 她的脚和身体 就能够更加的放松 在我们的私密空间呢 就可以感觉到更好的舒适感 为后面私密空间的操作 可以打下一个基础 除了之前在第36课里面 讲到的一些基础装备以外呢 我们还需要准备一些升级版的 私密空间的装备 比如说这个 红西式的咖啡壶 咖啡 这个煮咖啡的 在这个淘宝上购买的也不贵 但是比起素容咖啡呢 看着逼格要高很多 所以当我们回到家 打开这个暧昧的音乐 借着柔和的灯光 一边煮着咖啡 一边闻着咖啡香 一边聊天 那妹子的大脑呢 是很容易进入当机状态的 只需要一个四目相对的机会 就可以近距离地 吻上去推倒了 又或者 你拿出零食来给女生吃 找一部非常小众文艺的电影 记住呢 一定是我们自己之前看过的 知道这个触发点 和互动的素材在哪里的电影 两人一边吃一边看 等到这个电影调情触发点 快到的时候呢 你就做好准备 画面一到呢 马上就行动 吻上妹子 然后推倒 再或者呢 给自己配备一些好的酒杯 和一些红酒 鸡尾酒的鸡酒 学一些基本款的鸡尾酒的调配 这些都不难 然后呢 带妹子回来了 调上一杯漂亮的鸡尾酒 给她品尝 同时讲几个和这个鸡尾酒 相关的惯例和故事 当妹子听得很投入 有情绪波动的时候呢 借着这个音乐 吻上去将它推倒 这里呢 摩卡提醒大家 酒可以不用买特别贵的 但是悲剧一定要到位 悲剧不到位呢 那就真的悲剧了 大家千万不要拿着一个 一次性的纸杯 和妹子喝红酒 拜托 另外红酒杯 建议大家在淘宝上 购买伯根地酒杯 必须给自己配上一个醒酒器 如果说红酒是价值 那么好的杯子和醒酒器 就是价值输出的能量 能量和价值都要到位 才能够建立吸引 接下来呢 摩卡要跟大家说一说 卧室的问题 卧室门 在妹子刚到家的时候 需要是关闭状态 而且呢 还可以对妹子说 那间房 千万不要进去 激起这个妹子的好奇心 如果是提前约好 妹子来的情况下呢 你甚至可以在床上摆一个小礼物 等她抑制不住好奇心进去的时候呢 你就马上从后面抱住她 然后推倒在床上 等妹子刚刚因为矜持防护 准备反抗的时候呢 你就马上啊 把床上的这个礼物塞给她 然后呢 起身吻她一下 冲她笑一下 然后潇洒地转身去厨房呢 做饭 留给她一个人 在那个房间里面 心情起伏的拆礼物 这也是呢 欲擒故纵 挑逗推拉的一个大招 妹子一定会被你撩拨的呢 不要不要的 一会儿呢 等吃晚饭 洗好碗 磕点小酒 看个电影 用前面摩卡提到的套路呢 准保 稳稳当当的可以推倒 另外呢 还有一些升级版的 私密空间的装备呢 摩卡也分享给大家 冰箱里面 一定要放一些 补水保湿的面膜 卫生间里面呢 要有这个隐形眼镜的药水和盒子 为什么要准备这个呢 因为虽然我们很少看到妹子戴眼镜 但是她们也有很多是近视眼 她们只是戴了隐形而已 那很多妹子呢 会因为无法摘下这个隐形眼镜 而无法在我们的这个家里过夜 卸妆油也是需要准备的 在卫生间里面 如果妹子问起 你家怎么会有卸妆油 大家不要如临大敌 我们可以说 上次公司年会的时候 表演节目化了妆 完了直接呢 被拉去唱歌 没有来得及卸 同事呢就塞了一瓶 那我就带回家了 然后呢把这个话题转移到公司年会 或者是一些搞笑啊 好玩啊 这个话题上面就可以了 像护发素 以及呢之前外形自身建设 这个课程里面提到过 男士的护肤套装 这些呢也都是洗手间的必备品 这些东西 你只要放在卫生间里面 妹子呢自然的会在 上洗手间的时候看到 她知道你家有她需要的东西 吸引如果又到位 她就可以放心的 在我们家过夜了 另外呢一条这个 洗得干净 整齐的这个大的浴巾 还有比我们自己的这个身材比例大 大概两个码左右的一个大的T恤 是需要准备的 那妹子去洗澡的时候 你记得把这两个东西给她 不然呢她怎么进去的 她就会怎么出来 哪怕是再不舒服 你放心 她也不会光着屁股出来的 OK 那么我们如果给了她这个大的T恤 她就会穿着这个T恤出来 这样妹子的这个武器装备啊 就基本上解除的差不多了 到了卧室 记得最好不要放任何形式的椅子和凳子 我们的卧室里面 如果没有椅子和凳子的话 妹子就只能坐在床上 那武装没有了 球也到禁区了 接下来该怎么做 大家就不用摩卡再多教了吧 最后提醒大家一下 套套一定要准备好 千万不要让女生呢意外怀孕 否则对女生的身体是很不好的 如果想要提前知道女生今天是不是方便 那么呢 你可以在调鸡尾酒的时候 给她的酒里面呢加点冰 如果她没有问题 很自然地喝掉了 那就可以进行后续的操作了 如果她推脱不喝 或者她告诉你 我不能喝冰的 那么呢 今晚我们就愉快地玩耍 所有的一切呢 到舍吻为止 不要再流露出 让她洗澡过夜的这种意思 时间差不多 就主动提出送她回去 不要暴露需求感 不要猴急 来日方长 好了 在私密空间操作上面 如果大家还有什么问题的话 欢迎添加摩卡的私人微信 PUAMOKAVIP 在微信上与我交流 或者呢 添加摩卡的微信公众号 MOKAVIP999 或者在微信添加好友栏里面搜索摩卡 摩数的摩 卡片的卡 更多优质的内容呢 将会陆续在公众号上为您呈现 最后祝大家都能自然顺利的 将妹子呢 带回私密空间 让女生和自己都留下一个良好的用户体验 提升自己的回床率 谢谢大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